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序言同學 今天很開心邀請我英俊上來 就是平面設計公司的Creative Director Victor, 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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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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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其實我Victor是老朋友來很久 我之前工作的原因是認識的 但中間很久沒見 所以藉著這個節目的機會 找回一些舊朋友 剛才提到你是做平面設計 你不是在香港讀書 你學平面設計, 不是在香港, 在哪裡學的? 我在美國, Art Center 你讀的時候有什麼在外國讀的平面設計 和香港有什麼不同? 美國讀設計, 其實任何一科的設計 雖然我沒有在香港讀過設計 但給我感覺, 因為我做了這麼多年 我請過很多人 我發現在美國讀設計 他們真的分得很細節 每一科分都很細節 和學的東西深入很多 就好像說平面設計 這麼多年來我開公司 請過很多很多人 但我發現很多在香港 做平面設計的年輕人 他們連一些基本的Typography 對字體的認識 那些他們是在很多設計學院 是學不到的 是沒有這一科的 但我們在美國的時候 學平面設計 是連字體、基本功 那些是要浪費時間去做 最好一點 但香港讀設計 可能是他們在最短的時間裡 是希望拿到文憑去做到這一科 不好意思 平時我嘆氣 究竟你學習為了一科 還是學習為了增加自己的個人能力 當然 這間公司 為什麼請了這麼多人 因為已經是19年的時間 很有經驗 可以分享這些 而且我會問他 究竟整個市道的變化是怎樣的 當然 大家先問他自己 其實會不會 因為在美國讀書 幫你的根基帶得這麼好 所以你回來的時候 從事設計的行業 比較順暢 我覺得這個也沒有關係 這是製餘問題 我自己為什麼要讀平面設計 其實也有些轉折 我自小是因為很喜歡藝術的東西 但我是比較偏向喜歡畫畫 做一些手工藝的東西 因為我哥哥姐姐都在美國 我過了美國 有機會過了美國 很幸運到美國讀書 但我家裡做生意 我媽媽經常跟我說 畫工仔是沒有出色的 所以我就選了一科 我會覺得我自己有興趣 但有比較商業成份高一點的設計方法 來讀 所以就屬於這個商業平面設計 起碼能夠達到 沒有辦法 有時候青年人要選擇自己的行業 除了滿足自己的興趣之外 也要滿足父母 還有長遠來說 怎樣賺錢 因為純粹是藝術的部分 大家都很明白 我想美國已經是難賺錢 何況香港 那時候的決定是挺不錯的 是否完成之後 回來就很順利找到設計工作 是否很短時間就創業 也是 其實我回來做了兩年 設計公司 那兩年其實我沒有什麼經驗 在工作上 因為我讀完書 我就回來 幸好我一回來 就進了一些比較大的設計公司 學習 但原來那時候 最初進入的時候 就發現自己很多東西都不懂 因為香港用的軟件 和我在美國讀的時候 軟件有一點不同 入到最初是有點白眼 因為 內國讀完書 浸過鹹水 不是的 因為我發現香港很多 其實很有經驗的設計師 也都很出色的 但我最初進入的時候 就掛名已經有個 叫做 Assistant Art Director 你這個位置 其實也不是高的 只是一個名字 但是 一開始進入的時候 但是原來我發現 我自己有很多 在軟件上 或者在輸出上面的東西 我是沒有經驗的 反而同事就會 一開始會對我 覺得 嘩 為什麼 為什麼 好像不一樣 但原來是沒有什麼經驗 因為香港做設計 很多 尤其是我們初出來做事 所謂的掛名 有個叫 Assistant Art Director 都好 很多由基本工到去到輸出 都要認識的東西 但是我那時候 尤其是對輸出的東西 我一曉不通 反而是 因為美國 我們讀的 真的讀設計 就不是教你去做一些輸出的東西 可不可以這樣說 在美國讀的 就是要把人的能力提升 但是你回到香港 Operation 你真的把這些東西 擺出來 那個運作的部分 根本是沒有效果 所以你就不能夠 把這些東西實踐出來 可不可以這樣說 除了你真的做設計之外 因為你跟下面的人溝通 跟上面的人溝通 如果有些東西 你斷了一層 你不要跟別人溝通 別人會覺得你欠一些東西 所以回來就熬了兩年了 其實那兩年我都學了很多東西 但是兩年之後 今晚有個祭遇 給我遇到一個朋友 他開婚紗店 是的 那時候他跟我很好聊 就當我弟弟 他就說 叫我自己出來做 因為我幫他做一些 當時他開婚紗店 他就說可以介紹 很多這一行的人給我認識 那我就真的聽他說 膽粗粗 就試一下出來開 年輕就是這個好處的 有什麼事 試一下又有客人 所以我開始只是聘請一兩個職員幫我 但是那幾年 因為那時候經濟又好 還有那時候的婚紗行業 真的挺蓬勃的 香港 他真的介紹了很多大的婚紗公司 給我 很多老闆給我認識 我做了很多婚紗公司之餘 因為那時候會展 會有婚紗博覽展每個月 其實也會有很多酒店 還有食市 這些叫酒樓集團的公司 我都認識到那些老闆 幸好就只做了這條改變 有時間你做了 因為以前 當然不是這個手機年代的時候 很多東西的透明度沒有那麼高 我們做設計的 通常會幫客人做印刷 以前我們的客人 總之你一條路過 不要煩了 幫我拼出來 他們都會給你做 所以當年做設計 是挺好做的 因為你要幫客人做很多印刷的事 甚至是手樓食市 有印很多 很多東西 每個月都會有博覽會 你看到每個公司的 大家行行一些展示 都知道你一定會裝備 裝備 以前是真的浪費很多紙張 環保是另一個問題 所以當時的設計是很好做的 直到手機年是很順暢的 可以說順暢後 開始遇到一些挑戰嗎 對 然後有沙士 香港的經濟開始差 股市等各方面 很多客人都看著它萎縮 有些只是不做 當然有些有買一盤 後來我又 專門做婚禮的生意 對 專門做飲食和婚禮的生意 那時也從來不用特別去找生意 很多客人都會拜訪 怎麼可能做生意這樣 那些客人自己要找來 真的不得了 但後來經濟開始差的時候 生意真的越來越難做 而且印刷方面 我們以前只賺印刷 幫客人跟進 都夠 都很好 後來因為有了很多印刷公司的冒起 和透明度高了 網上很多東西很發抖 很多客人都會直接不經濟我們設計公司 因為我們以前設計公司 因為要幫客人跟進這些事情 都要收到service charge 但後來很多這些客人都會 因為現在印刷業很蓬佩 應該這麼說 放在網上 很多東西都可以看到 還有很多客人都會直接在網上落單 那就不會再經濟我們很多設計公司 去做完後一部分的事情 只做設計 當然生意額會跌 那就要再不斷去找多些新客人 我想問一問 在這個狀態 因為你算是創業都很順暢 那些客人是自己找你的 你又不需要去推銷 舒服了幾年 忽然間夢醒了 遇到這個挑戰之後 就要轉變一下 你怎樣調整你的心態 和你的策略上有什麼不同呢 在人手方面 以前我公司 不用怎樣去引 要裁員 甚至乎我身邊 我以前拍攝很多印刷業的老闆 在我的區 我在新武港公司 很多印刷廠都會倒閉 小的也倒閉 變成我要精簡人手 兼得要去做很多 然後再去發掘很多不同的行業 去提供服務 後來都是靠客人 其實很多時候 我這麼多年都是靠客人 聘用生意 幸好遇到有兩間大公司 他們做家電 大家就被捕捉到 因為他們自己沒有請入住 其實曾經有一段時間 曾經有一段時間 其實我們做了很多商場 例如Ocean Terminal Plazar Hollywood 那些商場 後來他們在香港 很多機構都懂得請入住 因為一來可能他們控制成本會低 二來又方便一些 自己有一個入住 那時候我連一班商場的客人都沒有了 後來就要自己去找其他 很大轉變 因為你的身份是一個設計師 最理想和最能夠發揮 就是在你的畫布上寫著設計 現在變成要找生意 很多時候是很大的反差 很多電商人都說這個是最難過關 是不是 所以其實也是 其實我本身是一個很安靜的人 我只是一個比較內向的人 我很喜歡做設計 坐下頭就做設計 但經過幾年之後 我已經變成一個 自己覺得自己做到很商業 無論要見客 要去找客 甚至乎自己做出展示 去銷售客 怎樣去銷售設計 都覺得自己是商業了 以前我會 以前我讀設計到 開始做的時候 自己都會很主觀的 對設計的 我會銷售客 去買我一些我自己覺得很漂亮的設計 但後來我會逐漸變成商業了 變化一點 對 這是事實 要交租 我會盡量在最短時間裏 做到一些適合客人 市場需要的設計 不去銷售自己天馬行空的設計 但我發覺這樣是好的 不會浪費了一些時間 因為時間就是今次做設計 我們根本 之後我個人轉變得比較商業 公司也叫做商業設計 即是平面商業設計公司 我會盡量做一些事 適合香港市場需要 之餘亦適合客人想要的東西 這個妥協 當然在商業上 或者在匯報上有增長 但在個人感受上 這關也要過了很久才能夠接受 因為是一個過程 所以沒有特別說自己會覺得很難去接受 這是長時間在幾年裏面的變化 因為時間的關係 終於慢慢夠久了 煲到夠熟了 所以就不太覺得 因為為什麼我真的這樣問呢 很多時候都會遇到一些人的性格 是內向的人 要特地變成外向是很痛苦的 但是一來時間夠久了 二來講你始終是一間公司 你再不是一個個人的設計 以及沒有那麼多舒服的東西 客人自己來找你 你就要轉變 會不會剛才你這樣說 那裡都經歷了幾年 轉型由最初的婚禮的部分 婚禮飲食 而去到自己找客人 自己開新的客員 其實在說有沒有差不多搞了十年 這個轉變 曾經有一個低潮 曾經在山市之後有一個低潮 那時候我就很積極去見很多人 去應酬 希望接觸多些不同的人 去找多些生意 那時候是環境造成 所以就變成自己一個人都外向了 鍛鍊到一身很武功 那又未至於 因為很大的疤 如果你外向的人 你不會明白內向的人 如何跳出來 那個性格上的挑戰 還有很多設計師 你可以放心 你這一刻覺得很像 我只是埋頭苦幹 其實是可以的 你都可以對外出去 可以處理到 只不過你需要快點時間 還有我想這樣說 責任感都很重要 你看到盤數要出糧的時候 你就應該什麼都會出去 好了 剛才你所說 這段時間 你已經轉變了 比較商業一點的 一個月次的公司 生意都很不錯 相對地 可以應付到很多客戶的需要 會不會有這樣的原因 令你在行頭裡 都站在幾個位置 還有因為你外國人 就是外國讀書的關係 你甚至乎不只是香港的客戶 甚至乎托展到外地 不是應該這樣說 我的客戶 有些客戶真的做了十幾年 他們都是外國的公司 當然在香港的分公司 我們都要看外國總公司的CI來設計 當然 好像我們有幾間公司 有兩間德國公司 有一間是日本的公司 尤其德國公司 跟美國公司一樣 他們都很講CI 這是我的強項 所以我們會用外國的CI 但又怎樣可以跟他們周旋 外國公司是很股版的 很多人都要保持他們的CI 但當你去到亞洲市場的時候 你推廣他們的電器 他們的商品的時候 有些東西是要改變的 那你就要聊天了 是的 跟他們的市場 談完之後 怎樣用他們的CI 有些朋友對CI的概念 可能未必那麼強 那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怎樣香港人對CI這件事 不夠外國人那麼強 還有CII 有些人都不知道 其實CI就是 Corporated Identity 是一些企業設計的一本書 在外國 早三四十年前 已經開始外國的公司 很重要這件事 因為他們會覺得他們的業務拓展 將來開分店 所有的東西都要 consistent 店舖裝修 甚至乎員工穿的制服 所有東西都要很 consistent 去令到公司的企業形象很強化 但反而在香港 我初回來的時候 我發現除了一些銀行 即是一些上市公司 很多公司是覺得CI這件事不重要 在香港 但是外國公司一向都很緊張這件事 不過近幾年都開始轉變了很大 我發現我現在接觸一些國內的客人 有時做一些教育 那些 當他們找我做一些 例如雙標設計 或者一些企業形象的設計的時候 我會開始推銷他們做CI 他們都很購買 國內公司都開始 會不會因為他們的手頭鬆一點 香港公司因為租金有很多原因 令他們足夠的錢 要撕掉的話 可能真的撕不到CI 我覺得未必是關於預算的問題 有些人覺得 只不過是他們對CI這件事 不太了解那種重要性 所以他們才不考慮做CI 只是做一個標誌 可能就算數 剛才你說的是你強項 會不會因為CI這部份 令你又開拓了另一部份的生意 而站得再穩陣一點呢 應該這樣說 可能是這樣 所以我就可以做到一些外國的 在香港的分公司的生意 大家可以保持關係 都很良好的 項目比較少一點 通常都是 因為我自問我家公司 又不是很大的公司 但是就是中型 但是因為很多人說 做CI的企業 通常都要找最大的公司去做 價錢相應都會很高 我會站在中間的位置 真的 當你創業的時候 你都不會有很多資金 當你在創業的時間裏 如果很早期有這個概念 找到一些適合size的公司 幫到手的時間裏 甚至可以在一個 可以處理到價錢的範圍之內 做好公司的形象 有時候 brand building 你都很需要有一個基本的image 這個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去想一下 究竟你要怎樣去做 甚至乎認識了CI之後 令你公司的形象更加好 一段時間 那麼長的時間 19年就有這個項目 又有經歷過高高低低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在這個設計的行頭當中 變化會是怎樣 剛才說是你公司的變化 但是整個行頭會是怎樣 我覺得因為你夠久 所以可以說到 整個市場變化 或者一些人的變化會是怎樣 其實大家都知道 手機年代 平面設計 在我的立場裏 平面設計是何時都需要的 是不會有沒落的一天的 只不過現在大部份的客戶 將那個budget轉化在社交媒體 那個方面比較重要 變成投放在平面設計的資源 一定是縮小了 但是你問我 其實平面設計是有得做的 這麼多年 很多公司我看到 其實我初出來的時候 有些同行 都真的沒有做 或者轉變了 做了社交媒體 但是我依然是 其實做了這麼多年 到今天為止 其實我都真的在做畫面設計 主要是在做畫面設計 以及在做一些 應用的輸出 但是 就要看看你 針對的客戶 因為如果你 其實行行都是 如果你針對 只是鬥便宜 鬥價錢的 就很難生存 那我的定位就是 一來就是希望 一向都是做一些企業的公司 就是 都是顧及CI形象 那一類 其次就是 平面設計 在任何一個城市 一個地方都好 其實你看到 除了我們用手機之外 所有的商業大廈 所有的商場 他們都有很多平面的廣告 我都是做了很多這一類的 所以 我的定位就是 做一些平面的廣告之餘 那些公司可以寫得落本 去做這些平面的 可以拿這些位置來做廣告的公司 那我就針對這類的客戶比較多 剛才說過 現在都世界變了 很多時候用社交媒體 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們倆的Grabbing Design 是不是要加很多的科技元素 而符合這個潮流 其實又不是 很坦白 平面設計 就算你所謂的社交媒體 除了拍片之外 其實很多平面的 Banner 廣告 其實都一樣在做 只不過他們出現在 在手機上 或者電腦上的廣告 因為大部份的人 大部份的時間 都在這些地方看的 所以廣告很多時候 都會出現在這些Digital的媒體上 但是 剛才我所說 其實所有平面的設計 除了放在這些位置之外 其實你見到 走出街 你見到所有的大廈 所有的廣告 其實這些就是平面廣告 無論買個位 甚至乎他們的production 在這麼大的面積 其實都是要有一定的資源 還有他們 有個重要性在這裏 所以平面設計 其實很多人會覺得 平面設計 是越來越難做 但是我又不是這樣看 因為始終 你去到哪裏 都有廣告 都要用到廣告 只不過在不同的媒體 和界別裏面 一來就是 我自己會堅持 原創性 平面設計 很多時候 原創性很重要 因為現在很多人 預算少 很多時候都會抄襲 因為現在 我們要拿的疏醒也很多 上網很多東西 可以很容易看到 但是盡量做一些 我們叫做原創性 和跟別人有些不同的東西 令到別人看上去 會覺得很eye-catching的東西 我覺得平面設計 是有生存的空間 絕對 聽你這樣說 真的無處不在 大家在日常生活當中 都會看到平面設計 剛才你說起這些抄襲的情況 令我想起之前 我們在中秋佳節 有一宗新聞 有一個行家 就會被人說去抄襲 說真的 都不在世間 其實出現了什麼問題 是不是因為 就是客戶要求 budget 的問題 時間的問題 所有的原因 而令到 出了這樣的新聞 我又不敢妄下判斷 因為始終 都有一件公開的事 但是你問到我 無可否認 現在平面設計 即使這麼大的公司 都會出事 不是 我的看法就是 一來平面設計的資金 剛才我講過 用於平面設計的資金 比起以前更小了 可能都要用比較短的時間 去做到一些客戶的需求 以及適合市場的需要 很多時候 尤其現在網上的資訊發達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的東西 很多 他們可能很多時候都很容易 在網上找到很多資訊 抄襲 我們叫做 但它未必一定是抄襲 有時候可能 剛好 真的撞到 設計的東西 有時候都很主觀 有時候撞到兩個設計 很近似 都不出奇 但問題是 當你被人發現 人家就會覺得你是抄襲 如果真的抄襲 我的分析 可能最大的機會 都是因為 要用最短的時間 做設計 可能很多時候 會拿出一些疏性去改 變成 很多時候 就沒有了原創性 而且很容易 會有抄襲的情況出現 其實會不會這樣說 在香港的市場部分 其實的客戶 需要原創的 不算很高 外國的反應是需要高一點 其實是的 因為外國 他們 我會覺得 他們 接受的程度 是大一點的 對創作者 這件事 但香港很多公司 很多企業的公司 都是 做宣傳廣告 其實這麼多年來 一向都是 一向就 漂亮 或者有知名的人士 去賣廣告 如果你說文化方面 其實都是比較保守 還有一向 創意性 我覺得都是比較保守 是的 即是 有時外國 看到很多很有趣的廣告 或者是某些 帖文 是很震撼 而且事情 是很特別的 你一看 好像沒有人做過 很記得的 但相對 在香港 就少一些 通常是差不多的 即是安全 而且不用煩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 一些公司的文化 你的客戶 都可能給予一些訊息 就是他們怕什麼 即是怕太新 不合作就是什麼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我又不會失去 其實香港都有很多很出色的 平面設計師 想一些事情 都是很出色的 但是可能就是因為 剛才我所說 很多公司現在的預算 都會斬開很多交易 放在不同的媒體上 在平面設計上 在平面設計上 所花的錢 真的少了 變成很多人 真的要 投放在創意 因為創意真的要時間 我也是這樣說 這是最難去妥協的事 但今天 最重要是平面設計 你很難去 用很多時間 用很長的時間 去銷售一個設計 變成你時間濃縮了 很多時候 可能 這些都是其中的因素 我想 但是你遇到一些好的客戶 或者肯投放多些資源的時候 都會有些很好的作品 當然 希望這些東西 愈來愈好 因為你說 你轉為商業的設計部分 但聽到商業 覺得你 唉 這些東西就是那些 你怎樣可以 最難搞的是 客戶在剛才的狀態 他們可能會比較保守 但你又可以有自己特色的作品 反而在他們給的時間之內 嘩 很重的高難度 我有少許跟證 就是我所謂的商業設計 其實 商業設計 未必等於那些東西 只不過商業設計 在我的定義裡 是給一般人看的 給保羅大眾看的 即是沒有那麼高深的 是的 就是 保羅大眾 通常看一些接受的東西 是什麼呢 一個字靚 我覺得 我現在邀請設計師 也是 現在很多年輕的設計師 我發現他們 好像是為工作而讀這一行 多於自己很喜歡創意而讀這一行 所以我一定會 首先 我請人的時候 sorry 可能我講完了 沒關係 都是關你的工作事 因為坦白說 你的人手都是你公司的資源 是 但我發現 我請人首先要的東西 就是他們一定要喜歡藝術 喜歡畫畫 這個基本功 是Graphic Design 但我發現很多讀完書出來的 Graphic Designers 拿了一張Department 原來他們本身不是自己 不喜歡畫公仔 這麼搞笑 對 給我感覺是他們好像有一門手 工作 但他們這樣不漂亮 因為你很喜歡 你才不停轉移 而且你才花時間 對 因為 其實始終是藝術 所以這個也很重要 對 剛才你說的漂亮 我絕對是覺得 一來 你有沒有美感 我不可以說是天生 有些人可以做出來 為何顏色都不合 撞在一起 所以這就是跟藝術挑戰 有關係 剛才我所說的漂亮 對不起 我又變了 我給一般人看的漂亮 商業的設計就是一般的漂亮 給一般人看 十個人走過 至少有六個人會覺得 很漂亮 這幅畫 很漂亮 很多時候有些成功的作品 甚至乎會獲獎的設計 我個人覺得 平面設計獲獎 可能是一些很創作的東西 是給評審看的 我們會考慮很多因素 除了用的顏色 創意 原創的意念 這些都會加入了比分的元素 但你給一般人看的時候 他們未必會想到這麼深層次的東西 所以我的定義商業設計 是一些比保羅大眾看 淺白一點 都要覺得這件事漂亮 還有眼睛 為何呢 有時候真的見到很多 很漂亮的設計 獎項的作品 很多Metaphore 顏色、位置 有很多解說 一般人來說 是誰知 真的獎項 因為所有評判 都是有所有知識 他們在說怎樣運用 對一般人來說 可能很簡單 你一個普通的街市 看得到漂亮嗎 很普通的美感 我剛才會這樣問 如果小朋友為了一張照片 讀平面設計 或讀設計 其實最基本要賣的就是美感 會不會有時候 因為他們是為了這件事進來 又好像很容易畢業 所以那些質素上 會不會在新一代的設計上 因為你是老闆 會不會都有些難處 都會的 其實我每一次請人 我都在很多人 才找到一個自己覺得適合公司的設計 我已經不是說工作態度 我只是說能力 純粹是 工作態度 這個真的是 另一個主題 是的 另一個主題 基本上 我都是說 最重要的是他自己本身 真的感覺到他有一個藝術才能 經驗那些都是其次 在說藝術才能 有些人覺得 什麼叫藝術才能 究竟是剛才說的美感 還是什麼 還有這個是不是天生 可否訓練回來 這個我覺得是天分 對眼睛 所以起碼自己自小都喜歡拿筆去畫 這是很基本的 我覺得是做了Graphic Designer 基本的元素 在做了那麼多年 19年的時間 早期請的人 和現在請的人 的分別是什麼 藝術才能 工作態度也要說 所有的東西 有沒有很大的分別 因為這個挺有興趣的 因為新的 真的想入行的朋友 要有藝術才能 其實你還有很多東西 需要處理 才能在工作上做得好 分別會有什麼 在這幾年 請的人 看到什麼 先說我自己 有時候我請人的時候 不是有時候 我跟一些科技聊天的時候 因為現在年輕 我公司有幾個都是比較年輕 年輕的設計師 我覺得他們對工作的熱誠 是跟我以前請的人 是有一點點出入的 例如呢 如果我自己 之前回來打工的時候 我帶牙刷上班 這麼嚴重 為何帶牙刷 還要半夜三間 可能三、四點 那些才有靈感 做設計 因為一來以前的電腦 沒有那麼發達 這是真的 很多時候都用手 我們畫了一些 然後再給藝術研究 但現在的分別就是 所有的畫質設計師 一賣機就做事 因為一些軟件很快 不會再經過紙筆 是張紙 對 頂多都是電紙筆 現在都是在iPad製造一些 一來當然也要看回 這個項目有多大 但事實上這是一個轉變 以前我們會浪費時間 老闆一定會叫我們 畫了 很簡單的一個雙標設計 一定是用手去畫了 才再放在電腦裡 再組織 但現在新一輩的 我發現是 一給了一個工作 他們和他們 之後 他們就賣機 要不就在電腦裡找一些資源 不好嗎 都是好的 因為時間短了 時間真的縮短了 這是真的 但就變成沒有了那些精細的東西 我們以前所謂的 例如玩黑白logo 就說很簡單 一個雙標設計 因為畫質設計 我經常覺得 一個雙標設計 是一個最基本的 看到過一個畫質設計師的基本功 有很多畫質設計師 現在其實不懂 插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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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 原來是基本的 他們全部都是幫客戶做一些廣告 即是想要做最大的最美的 眼睛的項目 對 因為畫質設計師 要講求自己的構思 真的有很多訊息 對 其實畫質有很多訊息 現在很多 都真的沒什麼機會接觸 做Logo設計 甚至如果做Freelancer 那些人不接Logo設計 因為是否便宜 而且未來失事 對 因為有很多Logo設計 即是說一個trend 以前的Logo 我們轉變 講到Logo的trend 就是以前一定是一個icon 即是二、三十年前 Logo就是一個Logo 是一個icon 一個image 或是一個公仔代表 那個企業 但近這十幾年 以前很多時候都轉變了 很多公司都喜歡用Logo type 即是用一個字款 公司名字 做了一個Logo 事實上是這十幾年裡 一個trend 的改變 很多時候 人們覺得用字款 不如上網 打一個字款 改一些 就可以做到一個Logo 很簡單 以前的Logo 其實真的 無論是我們收的費用 甚至使用的時間 都真的很多 但今時今日做一個Logo設計 很多客人會覺得 不再投放資源 而且很便宜 因為多罐頭 例如外國網站 有些心理五元美金 已經可以有很多資產 給你 當然它更漂亮 就更貴一點 但基本上已經做了 人們覺得不需要成本 是 這也是其中一個影響的項目 你很難收到錢 是 但我深信 還有很多客人很尊重 是 尤其是你去到一大小的公司 如果公司想著長遠地發展 可能他會考慮更多的影響 還有 可能外國的客人 看重這方面會比較多 也不一定是外國的 我曾經做過一個越南客人 是一個越南客人 這是一個給我印象很深刻的客人 他在十年前 第一次在黃業找到我公司 黃業? 很久沒聽了嗎 很久沒見 他是一個越南華僑的女士 他那次打來我公司 就是想做一個Logo Design 我約了他見面 他的地址是深水埗 我去見他的時候 他原來是在一棟唐樓 唐樓裡面 一個很小的單位 他擺了很多衣服 原來他是賣衣服的 他是自己設計 他也是一個 他自己很喜歡設計的衣服 但他也拿了很多貨回來賣 可能他自己找人 找廠商生產一些衣服 然後再做批發形式 很亂 原來他的寫字很小 可能是二、三百尺 只有他一個人坐在那裡 但當年他找一個 他自己做了一個Trainmark 他就想找人做一個Logo Design 其實很出奇 他的Signy的Size 實在不是很小 但我和他溝通完 他對設計的追求和尊重 是我很驚訝 但當年我收了他很便宜的價錢去做 因為他也有跟我說價 很困難 但這是真的 其實我一向都是 我做了這麼多年 我從來做生意 因為我不是一個很厲害的生意人 但我很喜歡接客人 很尊重設計 他自己也是設計 所以可能他設計 我跟他做了一個Logo Design 用很便宜的價錢做了一個Logo Design 因為遲至今天十年之後 他在越南 他兩年之後回到越南 他開創了自己的飲食王國 以王國來形容 因為到今天為之 他有十個品牌的不同的餐廳食肆 在越南 而他每一個Logo都找我做 因為他覺得是Lucky 可能大家又夾得好 因為他頭兩三年 最初開了幾間餐廳食肆 有中餐、日本餐、西餐 前年他邀請我去越南其中一棟大廈 一個中國酒樓開張 我很驚訝 整棟三層高 圓林景色 裝修得很漂亮 我去上海見到一些中國很高級的酒樓 都不及他投放的裝修費 甚至豪華程度很誇張 現在越南發展得很快 可想而知 我會覺得 還有很多人很尊重設計 未必在那一刻付錢做設計 但我相信 凡是很尊重設計的人 他們對做生意各方面 都有一個態度 因為我相信他做得很認真 難怪你這麼久以來 有這麼多客戶這麼多年 又適於微視 簡單來說 可能我也有 其實真的有時候 做生意很坦白的 你都會看到公司 起碼給不給你氣 它的尺寸 大可能就會好些 但如果小公司 好好地培育 可能你不知道他將會發展成怎樣 就像剛才的個案很重要 任何一個小客戶 尤其是大家創業時 就不要提少 可能他是你將來的大客戶 都會不出奇 這也是其中一個 我覺得新創業朋友可以考慮 但你剛才說過 尊重設計等等的事情 有不一定是外貫 即是亞洲人都有這個情況 但比例上是否真的OK 可能因為現在比較難說 因為現在事實上 我們所有電腦的世代 很多東西都很容易找到 梳性很容易拿到 所以大家對設計 那種原創性的追求 已經越來越少 這是事實來的 但你問我平面設計 到什麼時候 都絕對有這個 當然原則 只不過是抄襲的文化 因為不好意思 我們經常說 我們內地的做生意 有些事情都很容易 習慣了抄襲 甚至乎我今天看了新聞 可以將別人的牌子名 即是一些店舖 它是可以 光的部分 看到是香港的牌子 但它有一個位置 你走過去才看到 原來是多一隻字的 有時候那種盜用的知識產權 那個概念 始終都需要更加長的時間 但我不肯定是否因為 我們回歸了 比較多內地人來香港 而一些人的文化好像習慣了 以前你譬如說是回歸之前 可能大家都用外國人覺得 某些事情都要尊重 某些事情都要保護 但是回歸了之後 年輕人受的那一代就是現在 即是新的文化 甚至是本來地文化 會不會有這樣的可能性 所以對於知識產權 或者願意投放 原創的部分都沒有那麼多 我想這樣說 其實每一行 不只是平面設計 我覺得每一行 可能社會地球 越來越多人口 變成競爭一定是越來越大 而我們得到的資訊也越來越多 所以我覺得各行各業 我們中國人有句話 其實行行出狀元 當然我自己不是狀元 但是我深信 一來你做那一行 你很喜歡那一行 二來你都要轉變 就像我就算我這樣 很順利 你那一開始 我真的忍不住想說 這麼多年 其實我都由設計 後來轉了 有一段時間 放了很多資源 做輸出 到後來有輸出 你又可以再保留一些客人 接著再接到一些外國的客人 可以繼續發展平面的設計事業 這些除了 我想這些可能是關係的因素之外 但是都要適應市場的需要 我想說 近兩年我都另外自己和哥哥 教了一個平台 因為他大小所趨 除了做自己的本行之外 都要去發掘一些新的東西 這個科技 我想說 即是社交媒體 現在每個人都在做 但是每個人都做得好 都不是 因為有很多競爭 所以我想說 其實你做哪一行 都一定會 因為很多人都會做 因為人口真的很多 每個人都會做 你要做得出色的 就是你要自己找到市場定位 還有堅持你自己做的東西 有沒有價值 我想這件事都很重要 因為我也聽到很重要 你堅持很清晰 你自己的定位會是什麼 還有你對自己的本業技能 很尊重和做得很好 那些客人就會回來 因為很多時候 有些朋友他們開過生意 都想要賺到錢 用窩蜂去做 可能未必可以堅持這麼久 因為一門生意做了十幾 快要二十年 真的不容易 客戶這麼多年都光顧 一定要你的東西很實在 不可以壓哄哄就處理到 一兩次 失敗了就不會再找你 剛才說 有這麼大的不好的新聞 其實人家的信心都會差一點 要再做得好一點 當然了 都走不掉 要用這個科技的部分 接下來的發展會怎樣 即是多些偏向過去做媒體 還是其實你公司發展 都有一些新的方向 令到你做這個平面設計 都可以迎接到這個新的挑戰 除了我繼續做平面設計之外 其實現在我們有一個平台 希望吸引客戶來下廣告 當然我會幫你做一些廣告的設計 其實這只是新的思維 你怎樣做到這件事好一點呢 反正自己最強害這件事 下廣告就是一個新的媒體的生意 是 另外其次就是我這十年來 一邊越做越好的 就是幫我自己的客戶做出出的事 因為事實上現在一些 ANGEL output 我們叫做 例如車貼、長生的貼紙 這些在我們的城市裏 其實你見到周圍都是包圍著你 是要用很大量 雖然好像很不環保 但是因為以前很多東西都用手畫 就算你以前戲院的廣告牌 那些很有感覺 但你所有的交通工具 都要用這些貼紙 因為貼紙成本很便宜 亦都很方便 像廚窗 令我想起的那些很容易就見到貼紙 在這方面我們公司 都一直在發展去做很多output的事 但你正在說 既然output的部份 我又要挑戰一下 現在外面有很多公司 是專門做這些的 我家裡是密尾的 你怎樣拿來撼呢 你說得對 其實大家收的價錢都是差不多 所以你盡量吸納市場的資料 佔有率就是盡量找多些自己客戶 可以由設計到output 甚至乎安裝 都是一站式去serve客戶 通常這樣就可以做得好一點 因為說真的 這間做生意當然 你都感受到沒有那麼容易 不是有人介紹了 因為來很多競爭 不是在客戶上 而是其他的competitor 或者即使不是直接competitor 其中一部份 你整條鏈裏面 即生意鏈裏面 其中一部份 只要有另外大型的服務提供商 可能會弄斷你的生產鏈 或者可能提供服務的鏈 你們就要想一下 怎樣可以令到客戶的價值更加 錢也是這個 性價比上是否可以好一點 我想Victo 最強項就是設計的部分 坦白說 有時很多畫面設計師 出來的東西都頗害怕 至於根基上 心態上 當然一定要有好 只不過在比例上 例如一般創業的中小企 資金上有限 你不知在哪裡找 就算要去大型的連鎖 甚至大型的外部公司 它們是不包含了 或者包含了價錢 另外 你是一個這樣的模式 幫你繼續保持市場上 其實是一個好的位置 甚至用新生意的設計 令到你很容易再向前走 我想 首先說回 我還可以做十幾年 我想我自己分析 我們的優勝之處 其實最主要是我從來都不跟客戶計較 因為大部份的赤公司 不是全部 很多有時收得比較便宜的公司 他們的CNT裡面都會包括 例如改幾多次 這些條款 但我從來都沒有 但你會很慘 是 無限量改到天分地暗 是 但是 這件事 一來我會覺得 可以留住客戶 二來就是所謂改很多次 其實我覺得就是做設計 我做了這麼多年 有些客戶 如果你是 尤其是設計很主觀 我經常覺得 如果我可以留住客戶 不會因為我幫他改幾次 或者怎樣就可以留住客戶 而是因為大家可以按到他想要的東西 除了收費之外 就是你的服務 因為我經常都說 如果客戶 做了一個標誌設計 要你改 你提供了三次都不可以的話 你再跟他做下去 客戶都不會想見你 基本上 大家不會浪費時間 但是 如果你按到客戶 你知道市場需要些什麼 客戶需要些什麼 而又給到客戶需要的東西的時候 客戶自然會找回來 所以要提供這些備用 其實我會覺得 只是會令客戶對你的印象更好 所以我們從來都不介意 有這些 真的好 但今天我覺得這個服務 真的不錯 讓你可以考慮 找你 但我想說 整個節目裡 在尾程中我都會說 如果想入行 當然做設計師很簡單 只是被聘請 如果他們覺得 其實我自己不想能力 我又想開這些平面刺激公司 有什麼建議給他們呢? 其實這一行是不容易走的 是真的 我實在讓你知道這個問題 第一件事我覺得就是 你要自己的定位 例如你打算開這間平面刺激公司 是做什麼的客戶 因為外面有很多freelancer 其實我曾經請過很多designer 他們之前都是做freelancer 很多人都說自己照顧項 是的 很多時候他們來建議 我通常都會問他們 但我都知道答案是什麼 為什麼他們會跳出來找工作 當然他們覺得收入比較穩定 二來他們會覺得很多時候客戶很難服務 或者是客戶不能保持 或者是很難找客戶 所以其實你首先做一個平面設計 因為無論是一個freelancer 或者是開公司 更加 就是你要對自己的定位很重要 第二就是你會知道自己在哪裡 找到你自己適合的客戶 這個都很重要 因為各方面的藝術 各方面的藝術都是 你鬥價錢是很難做的 如果你只差一鬥價錢 就不能做的 連計時間都會虧本 你先不要計器材 所以你要很清楚自己的定位 以及你很清楚你做的客戶的方向 這個大家可以收到 另外我還看到一樣東西就是什麼 做設計師 做到差不多的 寫一個老闆 你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你不要想著躲起來設計就可以了 除非你真的打工出來 要自己創業的話 你要堅固的事情是你想像以外 可能最初要學你的設計工價提升之外 又要學資料、會計、售賣、售賣 在辦公室裡面 穿了什麼都要關你事 這個人的彈性會比較寬 還有你要想清楚 你是否有這個能力去作出這一步 因為你不是資料 你是一個公司 那就謝謝你 跟大家分享了 一個平面前的公司的運作會是怎樣 還有很重要的 是怎樣可以做了這麼多年都做得這麼好 這個很重要的 OK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